在日前举行的俄罗斯安全会议上 总统普京下达任务 要求俄罗斯军队现代武器的份额 应不低于70% 据报道 2025年俄罗斯还将组建战斗机器人部队 能够确保改新型武器 匕首导弹是在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 专门用于打击大型地面目标 已经于2017年12月在俄南部军区投入战斗值班 根据俄军方模拟推演结果 一枚匕首可突破有20枚以上北约标准 和爱国者系列反导导弹构筑的密集拦截火力网 是位反制美国反导系统量身定制的杀手锏武器 此外俄军的另外一款大杀器先锋也已经接近服役 普京曾高度评价先锋的性能称它是无险可击的 除了高超声速武器以外 俄罗斯还拥有佩列斯维特激光系统 俄专家表示 该辐射装置能够在远程操控下旋转360度 无死角瞄准打击来自空中和地面的目标 目前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已经列装俄空天军 用于干扰或破坏卫星及其传感器等 按照俄军计划 下一步俄罗斯还将重点研发作战机器人系统 据俄新社11月23号报道 俄罗斯准备在2025年前 组建能够完成作战任务的战斗机器人部队 报道说 俄罗斯目前研制的战斗机器人 将使用五种自动操作平台 分别执行安保运输加油等任务 据俄罗斯卫星网25号报道 俄军的昆加斯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国家测试 一般战斗机器人都会用在这个比较 风险比较高的任务上 比如说排雷啊 比如说深入敌后 实施这样的一种爆破呀 或者侦查呀 这样的话就减少人员的伤亡 因为人员的伤或者亡 特别是受伤 它对国家财政的这个成本的这个牵制 是非常大的 所以各个国家都在这样的一个 特别像反恐战争 类似这样的一种战争的形式下来 研制所谓高风险任务的 这样的一种机器人 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方向 那么是不是能够俄罗斯在这方面有突破 我们还在进一步的在看